不要说什么社会的责任感,也不想道德绑架任何人,但是在平时,总有一些人动不动就心疼这个明星,心疼那个明星的,但是今天,疫情当前,占全世界五分之一,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,在党中央的领导下,全国人民共同抵抗疫情,人们宅在家里,不出门,不给社会添负担,而你的爱豆,早就拿着护照去国外逍遥去了,平时明星手破了点皮,你哭天我累的心疼,现在你的世界, 病毒蔓延,他跑过来心疼你了吗,新浪娱乐报到了,张雨琪跟他DN个男朋友,在日本,共度烛光晚餐,就在几个月前,还抱怨演员是高危职业,此时此刻,那些真正高危职业的医护人员,在抢救生命的第一线,他这个喊着高危职业的女演员,却在日本跟他的情人花钱月下,多爱自己一些吧,明星,只是手机屏幕里的那张好看的照片,别浪费自己的青春给他们熬数据, 别牺牲自己的健康每日每夜为他们控平,别挥霍自己的少得可怜的薪水,买他们的专辑,电影,会员,代言,你找不到工作,他不会给你就业门路,你身体弄垮,他不会给你医药费,你穷到露宿街头,他只会假惺惺说一句,这些要理智,请记住,当灾难来临逃难的那一刻,你惺惺念念的哥哥姐姐们,他们绝对不会带上你,加油中国我们必胜, 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,听党指挥定能尽早打赢这场仗 我们能否决定现在就先试图了一个节目的一个节目的节目的节目。 好